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Esther心靈分享 很久不見了 又一個星期了 因為這個星期我突然爆濕疹 一個月內爆了三次 整個星期,今天已經燒了很多種 因為我做盡一切東西,令我自己可以燒種 包括洗腸,食素,不吃 昨天我禁食,只是飲流質的東西 然後就更驚 因為真的不知道哪一樣東西出了問題 因為我五十多歲都沒有濕疹 沒有食物敏感、皮膚敏感、物料 沒有這件事 所以基本上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今天想跟大家說什麼 第一就是很想念大家 我是因為我要快點錄這個心靈分享 是令我自己一定要儘快、儘快、儘快 儘快、儘快 快速地 今天是剛剛一個星期 或者是六天 還未好得完 不過眼鏡又遮蓋一點 而且皮膚開始脫皮了 唉 終於可以錄影了 想跟大家說說這個 放下 透過今次濕疹事件 為什麼會濕疹呢 很多原因 我都讚一下自己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濕疹 所以我就問了很多老的專家 包括在這個靈性界 到底是 我有什麼壞種子爆發呢 我一向都沒有濕疹 是不是有什麼跟壞種子有關呢 會不會是冤春再煮來尋仇呢 會不會是食物敏感呢 我一向都沒有敏感 是不是 綜合了國家各路的意見之後 我就發現做了幾件事 第一 我就在家裡 昨天不斷全日播經 這個你明白為什麼 第二 就是 這個禮拜差不多都戒了 今天明天 昨天開始戒了 已經 昨天我不吃這個 固體食物 然後 接著 就 吃大量維他命丸 然後 早睡 睡午覺 所以我極速好 所以是沒有 我的身體很光滑 那條頸 都開始 開始燒腫了 臉開始燒腫了 這個禮拜初的時候 我好像一個外星人 就是 這樣 然後我的眼睛 腫到完全剩下一條線 我看到鏡子都好笑 有趣的是什麼呢 正當我在想 什麼原因 什麼原因的時候 當然我整個禮拜 所有的約職 全部取消了 包括我最深愛的讀書會 昨天星期五晚都取消了 然後 我就發現 有很多 都很重要的約職 就是 很興奮的約職 全部都取消了 其實對我來說 是很艱難的 因為 我是很尊重我的約職 如果我拆了約職 就算我大病 除非病到 都會塌了 我都會出去 我是這樣的人 就算十號風球 我都會出去 我是很著重這件事 那我不是說 是好 不一定好的 所有事情是兇性的 所以 為什麼捱到自己一生都是病 其實有時候就是 對於自己的承諾 太執著 也都不是一件好事 OK 那當然了 你說了不算數 整天脫底的話 那你也是不是一件好事 那 有趣的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禮拜 我什麼都做不到 我只能夠在家裡做很少事情 例如是 今天洗衣 浪衣 然後洗腸 做完了 做不到 已經好 人又累了 有時候很癢 癢到半夜 三間癢醒了 我是沒有試過有濕疹的 現在我很明白 一個濕疹病人的苦況 然後嘴角就損了 抹大一點點 嘴都痛 救命 好的是什麼呢 我想可能我都中了很多好種子 有很多人給我資料 我自己又上了去內地一轉 就找了一個非常厲害的醫生 從頭到尾 不過這個不說了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這個禮拜什麼都做不到 但是竟然是什麼呢 就是相聚的生意額 和相聚的無論是入會的情況 以及我們的活動 是爆滿堂紅的 而今個禮拜 我是請了一個PA 可以幫我自己的 我想說的是放下 為什麼我會弄到自己濕疹呢 就是因為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是一個很猛疹 很猛疆 和很心急的人 當事情 是不如我願 就是說事情的速度 是不理想的時候 我就在裡面 就把個氣勇 在裡面的瑣疹 因為我是一個修行人 是不是 我做不可以發人的脾氣 就這樣 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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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然後就爆出來 那這次這個事情 讓我看到的就是 咦很可愛 為什麼 這次這個事情 很可愛的 這個生意 我們十五日結束 總之是十五日結束 總之十五日結束 十月五日 1月15,然後2月15 然後我發現這個半個月的生意 已經是一月份的 就是早兩個月的已經超額了 就是說我們半個月,今天才是2號 而且因為2月很短,只有28日 我就發現,咦? 這件事令我想起2004年 我就去了飛濟群島,Fijia Island 去上Anthony Robinson,這個世界級大師的一個很著名的課 就叫做Life Mastery 可能你年輕時你未聽過 我們這些上課徵,很多年前 Life Mastery 是一個非常富貴豪華奢侈 遙遠的一個Web Shop 內容不說了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當年我去上這個Life Mastery 我當然要跟公司請假 2004年我還在做這個投資 一去就去14天 我記得 因為去那裏要兩天 回來又要兩天 然後在那裏 又要六天五夜 又要去日本 很難的 因為那個地方又要飛落機 又要留在那裏一天 總之頭尾都六天 加上課,頭尾14天我請假 當然我老闆的臉就焦了圓壇 你作為一個Head of Sales Sales Director 走過去14天 即是半個月 是不是作死 但結果我回來 上班後我發現 我不在這裏的日子 我們的生意額 是比我在這裏更好 而這次我看到 這個星期又有這個現象 就是這個星期什麼都做不到 又見不到人 見不到客人 又不可以約商做嘉賓 但是竟然的生意額 是早兩個月的 等於 即是兩個星期的生意額 就等於整個月 還有一月份是說 即是十二月南 一月是聖誕 那無論如何 可能對我們做網堂來說 沒有什麼影響 但我就看到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其實人有時真的要放下 我是很心急的人 還有有時我們把我放得很大 就是我的努力 我的idea 我的團隊 我的想法 我想要的速度 我要的那個outcome 那個結果 那又怎樣呢 其實我 我的想法 我執 其實我執 全部都是一種執著 是覺得我很重要 我的想法很重要 我的一切很重要 其實我這件事 是阻止天運作的 那 司徒保羅說過 我在另外一集也說過 我記得 一個人什麼時候最powerful 大家知不知 不是你最健康的時候 我說過了 可能你未必記得 一個人什麼時候是最powerful 根據這個司徒保羅說 記不記得 不記得了 就是當我們最軟弱無助的時候 當我們最軟弱無助的時候 通常一個人軟弱無助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 就是求神 無論你信的是耶穌 佛陀 觀音 阿拉 Krishna 其實當一個人 可能生命有危險了 可能會快要喪失生命了 或者好像 去到一個絕境 一個困局 完全不知如何出局的話 我們會做什麼 求天 和我們會 surender surender 是什麼呢 投降 以前我還在教會的時候 是經常都要學這個 surender 什麼是surender 不處理那個爛貪子會越來越爛的 怎麼搞的 不可以不處理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可以分到 surender 和負責任這兩件事 怎樣 去投降 然後什麼都不做 然後 不負責任 這兩件事是很難很難分的 尤其是 阿格西體系的 這個 總之拍車裡面 都經常說這件事 當你很麻煩很麻煩的時候 在一個困局的時候 你最好做什麼呢 就去 放下你自己的煩惱去幫人 這個是要極大的信心 是你相信 蛤 我的情況 我都搞不定了 我還要走了去幫另一個人 那這壇 誰搞啊 天搞啊 你敢不敢 事實是真的這樣 最好解決方法的 最好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你去幫另外一個人 解決他的問題 最好就是他跟你遇到相同的問題 無論是感情問題 親子問題 經濟問題 健康問題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你都放下你的問題 或者我放下我的問題 然後去處理別人的問題 而我自己呢 作為是 相助一台的 Founder 叫做老闆 或者是 創辦人 這樣 我作為一個源頭 我要放輕鬆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不輕鬆的話 生意是不會好的 我想回頭 我做培訓那麼久 或者我以前做銷售 賣地的時候 為什麼我的生意那麼好呢 因為我真的有興趣 我真的有興趣 天天都出去購物 天天都購物 吃東西 找同事去玩 想節目 然後跟著沒什麼做的時候 就想做生意 其實沒什麼想的 因為整個系統 整個架構 整個平台都設計出來了 有什麼搞呢 沒有什麼搞的 那就是坐在那裡 散開 那到我現在就明白了 其實 作為一個Founder 一個老闆 一個創辦人的話 其實我們的能量 是很影響生意的 為什麼這個星期的生意 是比之前更好呢 就是因為我哪裏都去不了 還有我真的放鬆 睡覺 家務都少做 然後跟著 這個禮拜我最成功的就是什麼呢 將我所有的行政工作 交給我的P.A. 這樣 我甚至乎想走多一步 就是將我整個電話交給他 所以以後就沒有人找到我了 除了我的朋友 家人 死黨 周華山博士 周少祥博士之類之外 沒有人找到我 這樣就變成了 我就真的可以安靜了 這樣 所以如果大家現在的生命 你有時間不久 你要檢討一下 什麼叫檢討一下呢 就不是叫你去鞭打自己 千萬不要搞錯 而是一個禮拜或一個月 起碼請半就假 家裡放假 去海灘 去一下赤柱 一個人 放下一個電話 我有三個電話 兩部是Sony 一部是買廣告 有一部是沒有 只是可以打到電話 是不可以接收WiFi 就是舊式那種電話仔 那我就會去山灘 我就會帶那個電話 是怎樣呢 防止自己看WhatsApp 不知為什麼不喜歡看WhatsApp 有什麼好看呢 然後跟著 讓自己想一下 最近呢 要空間 我們要休息一下 最近開不開心呢 最近有沒有一些東西 有什麼想做又做不到呢 然後自己跟自己疏解一下 自己給自己一口氣 接觸一下陽光 空氣 看出笑片 去赤柱 我很喜歡的 去一些很美 很美 很fancy的餐廳 吃個下午茶 貴的一百幾十 便宜的五六十塊 六七十塊 你就已經 可以 享受一個很好的環境 OK好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